還記得前一陣子跟大家分享擁有高便利性以及不錯續航力 那我們隨時可以來一檔輕旅行的VMXX7主要電動滑板車 那近期更是體驗了VMX他們家的頂級旗艦款R4電動滑板車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它續航力有感的提升 以及讓我們騎乘更加穩定的前輪雙臂減震 當然還有更多更頂級的規格啊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嘿大家好我是鐵爸 沒有錯啊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電動滑板車界 相當知名的品牌VMX 他們家近期推出的頂級旗艦機種R10電動滑板車 那這款R10的頂級機種呢 最大的重點特色就是它有更好的續航力 以及前輪雙臂的避震 還有後輪驅動以及方向燈 那它的車身呢比起前幾代啊更加的堅固耐用 官方也有釋出各種撞擊啊以及摧殘它的實測影片 可以看到出來經過這麼多的考驗啊 依然還是可以正常的來騎行 OK 廢話不多說我們就馬上來打開看一下原廠標配有什麼東西吧 好的 我們先把它拿出來 可以看到它出廠之前呢做了滿滿的保護啊 這樣子的話可以確保我們電動車在運送過程中 不會因為受到重擊來造成損傷 那原廠標配除了R10電動滑板車之外 還有它專用的充電變壓器 解鎖用的車卡以及工具包 還有附贈一個可以調整尺寸大小的手機支架給我們來使用 最後就是原廠的說明書 不過它的組裝非常簡單的 我們現在就馬上把它組起來吧 龍頭的電源線有防帶設計 不用擔心會有操作方向的問題 電源線插好就可以將我們龍頭置入 然後再往上推 接下來把前面的安全鎖給扣好 就可以完成初步的安裝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龍頭下方有六個螺絲孔 確實的將它們鎖好 整體的安裝就完成了 所以我們收到VMAX R10電動滑板車只需要三個動作 插上電源線 將前面的安全鎖扣好 龍頭下面六個螺絲孔鎖緊 非常快速也相當的簡單 就可以完成這台電動車的安裝 OK那我們現在就馬上來洗洗看吧 按下開啟之後 發現螢幕上有一個感應的圖示 這也是這次R10新增的防盜設計 預計使用原廠附贈的專屬感應卡 才可以將我們電動車解鎖來使用 車速控制一共有三個檔位 分別是節能Echo 一般 以及Spot的運動模式 按一下電源鈕就可以做換檔 電源鍵安住兩面的話 可以切換一個全新的散步模式 夜間騎乘需要啟動電源燈 按兩下電源鈕就可以開啟囉 電門的部分一樣有安全的設計 靜止的狀態下是沒有辦法啟動加速的 必須要先讓電動車滑行一點的速度 再按一下電門才可以加速騎乘 可以避免靜止的狀態下暴衝 使用起來安全更加分哦 也就是說當它沒有電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把它當一般滑板車來使用 那規格R10的續航力 以及實際騎乘起來的路感 在超規格說明完之後 也會做實測給大家看哦 外面SR10電動滑板車 這一次最大的特色 就是前踩有加入雙臂減震設計 可以更有效降低路邊的電波帶來的震動 再加上10吋防暴時性輪胎 除了可以預防暴胎之外 10吋的輪胎騎乘起來的路感 也會更加的穩定哦 方向指示燈的功能在這次R10也加入了 提升了我們整體騎乘的安全性 有更多的反光飾條 在前踩的逼真器上方 後輪的兩側以及擋泥板 都有設計反光飾條 讓我們的夜間騎乘可以更加的安心 那說到安全性 這次還有增加密碼鎖 R10的防盜能力真的是非常強大 最後就是踏板的部分 有更大的空間讓我們來站立 這種以上全部的升級 我覺得R10算是功能非常全面的一代哦 好的相信大家在電動滑板車的選項上 最care的無非就是它的續航力 所以這邊就幫大家做一個完整的測試 來看一下它實際續航力的表現 出發之前我已經充了一整夜啊 確定它是滿電的狀態 看一下它從100%電量啊 騎到煤電 往後會航行的多少公里 讓大家可以有一個資料來做個參考 OK 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開始進行測試吧 那我今天為全程開啟Sport的運動模式來騎乘 以及使用Apple Watch來記錄全部航行的里程數 來看一下它實際續航力的表現 我們SR10電動滑板車 擁有後輪驅動350W的電競能力 加上Sport運動模式的加速度啊 15in以內的上坡都是可以輕鬆上的去的哦 測試續航的第一格、第二格電力 分別是在大約7公里以及14公里的位置 平行起來大概一格有7公里的續航能力 那它實際騎乘起來的路感呢 有了雙臂減增的加持啊 讓我們的R10電動滑板車 航行起來可以更加的平穩哦 測試續航的第三格、第四格電力 則是落在20公里以及大約28公里左右 也是一個大約有7公里的表現哦 OneMax R10電動滑板車 擁有便利、穩定以及優異的續航力 非常適合日常生活來使用 當然假日要來趟輕旅行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哦 好的,經過一段時間實際的上路測試啊 終於把四格電量給騎完 那前兩個的話大概都還有一格7公里 到三、四格的話可能因為我中間有去測試一些上下波的壓力啊 那它的耗電量可能因此來提升啊 就沒有辦法達到一格7公里 不過還記得上一次測試XG尊亞電動滑板車 大概27、28公里就已經完全沒電GG了 所以這一次R10的續航力還算是滿有感提升的哦 那如果以它一個有7公里的續航力的話 大概保守估計的話有33到35公里的續航力啊 我們一般短程使用比如說去附近超商買個東西啊 都是非常夠用的 那它的續航力呢也會因為路上的顛簸啊 或者是上下波 甚至我們使用者的體重啊都有影響 那我的體重大概是68公斤 身上背包的裝備相機跟腳架 大概也有3到5公斤 我們說它75公斤左右好了 所以就是75公斤 四格的電力 行行的大概有28公里左右 以上這些數據提供給大家來做參考 那之所以這一次會沒有把全部電量給耗光的原因啊 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電動滑板車的電量啊 盡量不要把它完全用到幹掉 對電池是非常傷的哦 OK 以上就今天要分享 外面是他們家最新的頂級旗艦款 R-10電動滑板車 那如果大家有想知道它更詳細的規格 或是最新購買優惠活動的話呢 我會把相關資訊啊 放在我影片下方 大家可以去點來看看哦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的話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並打開小鈴鐺 那我們下一集影片見囉 謝謝大家 掰掰 好